大家好,我是阿灿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适合夏天吃的一道美食 饭店里面口水机的做法 做法特别简单,一看就会 新手小白,在家就能轻松搞定 味道非常的鲜美 皮脆肉嫩,非常的好吃 准备三个新鲜的大鸡腿 先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鸡腿上面放入一勺食盐 用食盐搓洗 能很好地去除鸡皮表面上的杂质和焊线 用食盐也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能快速地把鸡皮表面上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再用清水给它多冲洗两遍 清洗干净后再控水备用 再准备一个盘子放入两颗八角 两片香叶 再准备一个葱结 几片生姜 还有18粒干花椒 接下来再起锅烧水 再把姜葱大料都倒入锅中 少许食盐调底味 再往里面放入几丁米酒 水开后再放入鸡腿 接着再扣上盖子 再把火关到最小 先煮10分钟 10分钟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用一只筷子轻轻就能擦透 就证明鸡腿熟了 然后我们再把火关掉 扣盖后再焖10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再把鸡腿给它夹出来 这个时候的鸡腿就已经完全熟透了 捞出来的鸡腿 给它迅速的放入凉水中投凉 再把提前准备好的冰块 倒入凉水中 这样就能快速的让鸡皮冷却缩紧 这样就能达到皮脆肉嫩的口感 而且我们吃起来肉质还不松散 把鸡腿完全放凉后再捞出控水 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个口水机的灵魂料汁 几颗大蒜子先拍扁后再剁成蒜末 剁好给它盛入小碗中备用 几颗小米椒切成圈 切好也放在小碗中 再准备一勺细辣椒面 小半勺的花椒面 用勺子给它稍微的搅拌一下 然后再分两次泼上热油 接着再往里面放入一勺花生碎 一勺熟芝麻 再往里面放入两勺煮鸡腿的软糖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再放入小半勺食盐 少许的花椒油 再放入几滴芝麻香油 少许白糖提鲜 小半勺鸡精 最后再给它放入一勺红油 用勺子充分地搅拌均匀后备用 接下来把放凉的鸡腿切好摆盘 首先我们要把鸡腿的骨头给它拆下来 用刀在肉质最薄的地方给它划上一刀 然后再伸着鸡腿的小腿给它这样一掰 鸡腿上面的骨头就能轻松取下来了 家里有条件的朋友就戴上一次性手套 把骨头拆去后我们再把鸡腿肉给它切成小块 切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切得太大块 切得太大的话就不容易入味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切好后再给它摆入盘中 然后再把调好的料汁给它浇在鸡肉上面 最后再撒上葱花和香菜点缀 一道香辣过瘾美味好吃的口水鸡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口水鸡皮脆肉嫩 味道非常的鲜美 下酒又下饭 做法非常的简单 在家里就能轻松的操作 家里来客人做上这么一道菜 真的是让人看着就要流口水 如果你也喜欢就收藏起来 等有时间也做一个给家人试一试 保证都会夸你是大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制作不易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